大家好,我是李俊杰 我要介绍的书名是Lachelle 作者是Chem Chung 配乐是李俊杰 我的主角是小熊 我的配角是小海螺 某个冬天在覆盖着白雪的海岸上出现了两对脚印 两只熊正走着 妈咪你看,是紫色贝壳 小熊停下来对妈妈说 紫色贝壳会带来海洋的声音 还会把快乐一起带给你哦 熊妈妈说 哇,我从不知道我能带给别人快乐 紫色贝壳闪月着眼睛说 贝壳看着两只熊 然后心里想 我不能是魔法 但是我可以向星星祈祷 然后问他们是不是可以把快乐带给你们 每个晚上 小熊会把紫色贝壳放在他床边 小生地对他许愿 紫色贝壳 我希望我出门去收集蜜蜂的时候 不会被蜜蜂刺到 紫色贝壳 我希望我能长得比妈咪高 贝壳 让他可以平安抵回来 小熊抱着紫色贝壳 小生地许愿 但一天过一天 熊熊的妈咪回来 五天十天都过去了 妈咪还是没有回家 然后小熊明白 或许妈咪再也不会回来了 你说谎 紫色贝壳根本不会带来快乐 我要我妈妈 小熊哭的说 说完小熊生气的把贝壳丢到圆圆的 对不起 我只是个贝壳 但我真的希望可以带给你快乐 贝壳小生地说 然后他就摔到很盛很盛的山谷中 消失不见 春天过了好几回 紫色小贝壳跟树叶和石头 沿着河流静静地毯着 进入深沉的睡眠模式 每个夜晚 在他的梦中 贝壳向星星祈祷 我希望小熊能健康平安地长大 有一天 贝壳醒来 然后想着 我想知道小熊过得怎么样 或许小熊已经忘记我了 正当他准备再继续回去叶子堆睡觉的时候 爸爸你看 是紫色贝壳 小贝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紫色贝壳会带来海洋的声音 还会把快乐一起带给你 小熊把贝壳捡起来抱着它 爸爸也把小熊抱了起来 你想听小熊跟紫色贝壳的故事吗 你记得紫色贝壳可以带来快乐跟好运吗 如果这間谷创的洛材 你 communic的钱 就会给大家决定 跟资本费银走的方法 你能够用签子的洛材